换个焦点 哈瓦那犬是古巴的国犬 它们的友善以及喜爱亲近人类的特性 深得当地人的青睐 所以在众多宠物中 哈瓦那犬一直都是古巴人民的首选 但这个国家长期面临资源匮乏的挑战 难以提供哈瓦那犬充足的饲料 和维持它们的卫生清洁 这让四组经常陷入两难的局面 蓬松柔软的大长毛随风飘逸 短短的四肢走起路来 格外生气勃勃 不太充满活力 这就是古巴的哈瓦那犬 它们是古巴唯一的本土犬 因此被国民赋予了国犬的象征 走在街上还可以看到 哈瓦那犬在人们脚下穿梭周旋的景观 十分逗趣可爱 兼任哈瓦那犬饲养员和美容师的阿玛多尔 已经照料哈瓦那犬超过32年 她说由于哈瓦那犬拥有丰富的情感 喜欢依恋主人 因此有了天生伴侣的别称 它们聪明 友善 活泼的特性 更是备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哈瓦那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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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认为哈瓦那犬 Citizen relationships 釋養寵物看似简单 但如果想要严血与哈瓦那犬的情分 实则不易 古巴正面临着食品药品等 资源匮乏的问题 提供哈瓦那犬充足的养分 成了当地人其中一门难题 而宠物洗发水和护发素的稀缺 也难以维持哈瓦那犬的卫生清洁 这让饲养哈瓦那犬的过程难上加难 对于古巴人民而言 哈瓦那犬是他们誓死捍卫的家人与挚友 因为哈瓦那犬他们的生活增贴了不少乐趣 心灵也得到更好的慰藉 因此就算面临再大的挑战 他们也绝不会丢下哈瓦那犬不管 因为哈瓦那犬将是他们永远的骄傲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